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的7月29号星期五了啊 就差了那么两分钟啊 这个我们刚刚呢 录了这个两分钟 然后呢 这怎么回事 搬了这个新家 他太旷了 有这个回音 然后呢 效果不好 我们稍微在这儿弄了一块布 挡一挡这个声音啊 就过了两分钟 结果现在就到了7月29号了 本来刚才呢 是7月28号的晚上11点58分 5月8秒开始录的啊 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时间点 结果就过去了 这个过去就过去吧 不管怎么着吧 这个终于呢 这个搬到这个新家了 那老关东我都知道 我们应该是2020年疫情那一年的6月份呢 到拉斯加斯来 我们第一次来拉斯加斯就买了个房子 当时签约呢 买了这个房 那事隔两年 零一个月之后啊 终于呢 我们就是说搬进来了 在这个7月27号这一天啊 今天其实就是第二天 今天就专程了一天啊 这个稍微弄着这个家 看起来有点这个意思了 啊 我回来肯定了 这当然这一期视频呢 是到了新家之后呢 录的这个第一期视频 啊 我后面肯定我会把那边 那边应该是7月31号交房 我会把那边的最后也录一个视频 做一个录影留念啊 因为老观众一路看过来都发现 我每次搬家之前呢 给这个旧的那个房子呢 录一个告别视频 到了新房子呢 录一个呢 这个 新新家的吧 一个叫什么 欢迎视频啊 所以呢 这次呢 应该也不会例外啊 那边还有点东西 没有完全搬完 我们这次呢 这找搬家公司 只是搬了那些呢 我们搬了大件搬过来了 还有一些小件呢 我们回来自己呢 这两天还要再去再再跑一跑 弄一弄 反正这还好离个近 从这边开过来 20分钟不到啊 比较方便 也说我们自己再跑一跑拉一拉 嗯 到了这之后呢 这个呢 比较大 比我们租的那个大多了 我们在纽约的时候 我们住的那个公寓楼 虽然风景很好 但是实际上应该是不到800尺 对吧 我记得700多尺 700多尺 等于就是说 应该不到70平米啊 然后后来呢 到我们租的那个呢 是2500尺 差不多就200多平米 呃 到现在这个呢 是4500尺 等于400多平米 呃 地方呢 是越来越大 然后呢 我又 我总觉得地方大了嘛 终于这个录视频 可以找一个好一点的 这个环境啊 但是呢 在家里呢 就是我老婆一会儿 把这孩放钢琴 那孩他要弄个书房 这孩要赶上健身房 那孩能弄 放马屎 反正最后 把他家人弄去之后呢 就没办法 我发现我 还是这个 跟那个梦开始的地方啊 还跟我们当年在这个 呃 在在在 在学校的时候 学校的时候 住的那个公寓嘛 住的公寓 然后也是那个 也是被我老婆站的差不多了 最后我只能就是说 对着这个厨房路 是吧 我记得那时候 还有这个小伙伴们来 刚开始嘛 说这个 这两个特务啊 你看他们那个厨房 那个火 从来都 都不开火啊 从来都没用我 那锅都 我们两个基本上是不做饭的 基本上都是天天都出去买着吃 我们到现在也是如此 啊 后来呢 我老婆那天想起来煮什么 来的煮了两个玉米的那哈 啊 然后呢 就玩了开着火 生意也不大 这样录吧 他们说 你看 他们又冻火了 你看 这个 两个间谍特务啊 这个说我老婆是什么 中纪委派来监督的 这一 那时还是2018年的时候啊 这一晃四年过去了啊 结果把中纪委这给策访了 反正 其实我一直没那么明白 为什么是中纪委过来监督 这不应该是这个什么 这个国泰 不是 像什么 这个 不是 那个 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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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 统统统统 统统统统 统统统统统 还来监督的吗 这怎么 是 还无所谓了 说说说 说的意思啊 结果呢 回到了梦开始的地方啊 绕了一圈 最后呢 还是对于厨房路 哈哈 最后老婆还得把厨房留给我了 不过好在呢 这个厨房基本上 我们也不拿他做饭 我们那里面的 那个是那个中厨 有一个咱们中国人 自己的厨房 外面这是 一个西厨 就是咱们 西线用的这种厨房 除了西线厨房是那种 开放式的这种厨房 啊 不过我觉得也挺好 我我我我 我本来觉得 这么大的啊 房子啊 以我的位置都没有 我我这 这个 工作啊 工作需要啊 我的工作室啊 没有啊 这个 无个卧室啊 竟然最后没有我一个工作室啊 全面我老婆站满了 最后我们还得给我退到厨房来了 我也 不是呢 我老婆 我老婆说说 对于厨房路好 你知道吗 对于厨房路活 你知道吗 所以为什么 咱们刚搬到拉脚压司的时候 这个不好啊 效果不好 主要就是因为 没有对于厨房路 哈哈 你看我们在冰壳的时候 对于厨房路 你看都好 后来我们到了这个 呃 巴巴巴 到了这个 到纽约的时候 纽约的时候 刚开始有一阵老牌 这么好的风景 这个我们对了万有力 但对万有力 它有那个玻璃 有的时候反光 晚上的之后呢 那个又黑了 又看不清楚 然后呢 说实话 坐在那个窗口那的时候呢 夏天太热 冬天太冷 夏天晒死你 冬天的半凉 后来呢 最后呢 还是就是抱过来了 整个冲了这个厨房路啊 就后来冲了这个厨房路之后呢 反正效果好 哈哈 我老婆 你看是不是就是 对于厨房路 效果最好了 啊 所以呢 特意把这大厨房 就给你 哈哈哈哈 这么大的财 火 哈哈 呃 不管怎么着吧 呃 我还挺 我还挺开心的 我还挺开心的 这个 所以这看这个房子 有时候挺感慨 真的是感谢上帝 啊 这个四年走过来 从这个当 当初那时候我毕业了 五月份我毕业了 我参加完这个 我我四月份开始录嘛 因为五七到五 五月份参加毕业典礼 到四月份最后一个学期 也没什么事了 然后我就开始 开始录视频 然后等了老婆 老婆等了他 又等了他半年 呃 所以现在这一步 你说看着这些东西 就觉得天哪 就就就一个麦克啊 在就纯纯爹吧 这你看 你看那麦克风子吗 还在这呢 你看那麦克风子吗 还带来了 这就跟来了 就当初啊 我录视频 这样吧 我说这个录不录 其实很犹豫啊 呃 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你说我们一个 这个 就是你说我们算他老底 小草哥坐在这儿 也未必有人听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老婆爱听 我老婆 最喜欢听你这吧 比他们多不好 啊 然后呢 当时就在网上 我们就是搜嘛 就是入委的麦克风好 当时就搜 说的补多鸭体不错 啊 一看这补多鸭体 我一看一百多块钱 一麦克风 我一看我贴一百多块钱买个麦克风 我说这扯淡吧 这就入列破完 我什么时候能挣钱 把那麦克风挣回来 对不对 不干了 真的是扯淡啊 我老婆 我老婆说不行 就得干 说的这么好 啊 让他们听听 让他们知道知道 不能光我一个人听啊 这讲的太好了 知道吗 就我老婆二话不说啊 就给我买了个麦克风 就我老婆给买了 当时 我记得特别新手 我老婆给买了麦克风 告诉我 开了 说 我老婆说没事 他们都爱听 我爱听 真没想到啊 从这一个麦克风开始 就这一个麦克风啊 往那一坐 所有的都没想到啊 四年啊 所有的这么多东西啊 就都都出来了 这个也是意想不到 真是意想不到 好吧 这个当然了 还是要感谢这个小伙伴们的这个支持 大家的这个支持啊 这么四年陪伴我走过来 也都是挺不容易的 然后 呃 我有一点我也得承认 我这四年来 我自己也一直在这个 呃 一直在在进步 一直在转变啊 不是一成不变的 呃 我跟他们不太一样 他们找到了一个窍门 然后玩了命的 撕着羊毛啊 等要这只羊 玩了命的 呃 我不行 我自己 我自己会进步 我自己会改变 我变了 我就就变了 那我当然我也知道 呃 很多呢 这个当年的小伙伴 后来可能就跟不下去了 跟不下去 那就跟不下去 我永远都是说 呃 我进步是最重要的 我要往前走 我不会等任何人啊 那任何人能跟着走就跟着走 不能跟着走呢 那就是呃 可以说 暂时的这个 就是说分别啊 但是我总是认为呢 最终的 殊途同归 还是会回到 回到一起去的 只不过呢 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呢 就是说分分合合的啊 这个天下大事嘛 分酒必合合 合酒必分 好吧 那发了这么多牢骚 说了这么多感慨啊 到了新房 录第一期嘛 然后说说这个 最近这些日子 发生的这些新闻吧 聊一聊 呃 首先来讲 今天可能最大的事 也就是这个 习拜会谈的啊 呃 虽然是这个电话会谈啊 但是双方好像就约好了 愿意呢 这个要面对面的去谈一次 那很多人呢 都在分析呢 这个习近平和拜登 这个会谈呢 这个怎么样啊 我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思 基本上就是说 呃 各说各有道理吧 对吧 公说共有理 普通朋友理 每个人呢 都在强调自己的这个立场 呃 实际上呢 没什么太大意义 但是呢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 就是说呃 这一次会谈 拜登比较主动 呃 从这个南西佩洛西一说 要来这个台湾 呃 拜登就说了 我还有十天 我就要跟习近平 那个会谈啊 对不对 说这军方也不满意 就 这个拜登都快快快气死了 对不对 马上就要 就就担心了 南西佩洛西要来台湾这个事呢 呃 影响到啊 他跟习近平这个会谈 其实这个非常非常明显 而且呢 呃 作为美国总统 他才是三军总总元帅 三军最高统帅啊 他说军方 军方 他他不就是军方吗 那谁谁代表军方 不应该他代表军方吧 对不对 那其实就是挺挺没意思的 呃 但是会不会影响呢 我觉得肯定会有影响 呃 有一点呢 我要承认一点 就是说 本来这期视频呢 我想 我想起一个标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呃 恭喜习近平同志啊 这个 这个中美贸易战的 最后竟然是习近平同志的 取得了这个胜利 这个意想不到 但我觉得这期视频 我要起这么个标题 是不是有点太太太遭恨了 是不是 呃 老朋友 你大决定啊 这期视频两个标题 一个呢 就是说呢 恭喜习近平同志啊 呃 赢得了中美贸易战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呢 就是一个就是非常普通的 就是说呢 搬到新加之后 录了第一期视频 然后什么什么都不说了 就搁在这儿 这标题 那就基本上呢 就是这 咱们的老朋友点击来看了 是吧 呃 你觉得弄哪个标题 加一起 啊 加一起 加一起 哪个在前 哪个在后 习近平在前 新加在后 你看我现在越来越偷心了 对 还是 要为什么逼着我 对着厨房路 你知道 好吧 呃 当然了 这个半开玩笑的时候 但有一点点承认啊 习近平 真的是没想到 20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刚刚开始录视频的时候 那个时候 中美贸易战呢 就是说 呃 刚刚开始挑头 呃 呃 那个时候真的是年轻幼稚啊 我们其实没有想到 我当时我这个大言不惭啊 要录这个 六个这个预言 呃 这个首先就是关于这个中美贸易战 真的是没有想到 最后中美贸易战呢 竟然是以习近平获胜 作为一个结束 啊 当时 当时不光是我啊 谁会认为中美贸易战 最后中国会赢 都不可能 就开玩笑嘛 对不对 所有人都认为 一定是这个美国赢 中国绝对不应该跟美国打这场贸易战 而且呢 不光是这样 我记得到了 呃 18年年底的时候 有这个中心选举 中心选举的时候呢 当时我认为川普 这个还是会赢得参政两院 那最后呢 这个参议院保住了 但众议院呢 就堆掉了 啊 这个老习呢 在这个中心选举之前 实际上是当川普的这个顶牛 硬碰硬的啊 当然我就说 这个老习这次赌错了 结果呢 老习赌对了 赌对了之后呢 我们还是这个非常的 这个 就是说 体面啊 我们这个迅速的 有这个风度啊 有这个体面 我们就迅速呢 恭喜习近平同志 选举选举的这个赌对了 但当时呢 我马上呢 我就奉向习近平 不要再赌下一次了 我就担心了 军选举他这个 瞎毛碰到死耗子 赌对了 然后两年之后的大选啊 2020年大选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川普 我当时认为川普连任 这个手拿把掐 对不对 以至于我要吃沙发 还我老婆给我 坐了个沙发 哎呀天哪 真的 我当时真的 我当时认为 我录这个视频 开一个频道 我过来这之后 录的都是我这个 英雄伟岸的这个时刻啊 都是历史证明 我是多么的这个准确和英明啊 结果没想到啊 四年过后 反过来看啊 人死的令人汗眼 不过我 我觉得我好像 我预测这几次 这个投资到比较准 不知道怎么搞的啊 应该运气好 运气好啊 不知道怎么掉吧 然后后来结果呢 大选 川普也输了啊 当时呢 这个18年的这 我还说 我说习近平赌心太大 千万不要呢 就赌徒心态 赢一个呢 见好就收 你这么赌下去 早晚要这个倒霉 结果没想到 结果没想到啊 2020年大选 就是这个 哎呀 也输掉了 当然这大选 这个输的 有很多的这个 问题 咱们也不得说啊 咱们不知道怎么知道 输了就是输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到了2022年 又过了两年之后 我们最意想不到的 中美贸易战 最后竟然呢 是与中方获胜 那拜登呢 这次跟习近平聊呢 其实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 聊一聊 然后想要呢 把当年川普加的这些 给中国加的这些关税呢 要取消一部分 当然就要看取消多少 当然有人说呢 相当性的取消个100个亿 有人说呢 取消个这个1000个亿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们都在说 继续取消多少 咱不知道 但是不管怎么着 实际上 拜登为什么要取消 也就是说 现在来讲 现在美国 向中国加征的这些关税 实际上影响了 美国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呢 那据说啊 是由美国的经济学家算了 但是经济学家算 那种东西 你就左手听 右手出啊 这不能太当真 所以如果把 美国加征给中国的这种 商品的这个关税 全部取消掉的话 说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 能够降低 这个1.3 有人说1.3 有人说将近1.7 那么怎么知道吧 还是挺大的 能够降低一点多 因为美国 他追求的这个通货膨胀 每年有2% 那降低1.2% 其实已经很大了 所以拜登呢 现在被通货膨胀 就弄了呢 有点这个没有办法 就是说呢 想要 哪怕是象征性的降一点 都会呢 对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 有帮助 因为这种东西 它实际上是一种消费者 一种信心的 一个东西 而且呢 它是一个多名骨牌 它是个连锁效应 肯定这个是会有帮助 没有问题 但是为什么 就是说美国最后混到了 不得不去 通过这个减免 降低对华的这种关税 来去搞自己的这个通货膨胀 其实还是拜登呢 没有治理好 那川普呢 也在骂 说这个拜登呢 这个把美国带到 就是由始以来 最软弱的美国 而且呢 说拜登呢 初一周呢 跪着求别人呢 给美国这个能源 这次去 这次去这个沙特啊 见这个王储 而且被王储的这个羞辱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看 网上讲了很多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我不想讲那些 也没有什么意思 拜登这么大岁数了 我们其实也不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说 想要去说他 其实我经常都承认 我说拜登这个人 其实本身还不错 白左有的时候 其实人都不算是特别坏 只是蠢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实际上如果美国最后主动的去降低了这个关税 基本上就像就是宣告了2018年 由川普呢 由前总统川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呢 最后以美国的彻头彻尾的失败呢 来告终 几乎最终呢 就是说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 想要中国屈服 想要这个 要让这个产业链 这个回归 产业链回到美国 现在就别提了 就别谈了 那有一部产业链呢 去了这个越南 那现在呢 更搞笑了 你要搞笑到什么程度呢 当时我们不都认为 这个中国在国豪达岛 这个产业链都去了越南 说还有这个中国 对民民工跑越南 这个偷渡去越南要去打工吧 对不对 对于江南越南要取代这个中国啊 那据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 就是扯淡了 扯了大大了 越南啊 它太小了 人口呢 也太少 所以呢 越南想要完成一个全产业链 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有一个问题 它刚开始是过去了 过去之后呢 它的产业链 它需要很多东西 那这种产业链整合 从哪来呢 最后还要从中国来 就有一些部分要从中国来 那这种东西呢 那你想 怎么可能是越南去整合 中国的产业链呢 对不对 那最后肯定就是中国整合了越南 所以呢 这么导致之后呢 它发现一个问题 这越南的产业链 基本上快要被中国吃进来了 所以呢 这个越南是真不行 这样发展下去之后呢 这个越南最后呢 变成了中国产业链的一部分 开始进来之后 说去这个 整个去弥合中国产业链了 完完全全被它整合 被它吃进来了 所以要想完完全全 去替代中国产业链 要找一个 就是说要跟中国体积规模都差不多的 我觉得就只有印度 如果体积规模 人口数量都差不多的 只有印度 但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印度人的整体的 这种水平和素质 跟中国没法比 三哥他这种工作 他那种吃过来的精神 他那种认真度 跟中国没法比 所以你想指着靠印度 或者说 甚至有一些人说风话 说要把这个产业链 就转移到非洲去 说非洲大陆 这个地方也大 然后人口也多 说大陆国家也多 转移过去之后呢 它这个又 这个代发展 把工晌呢 那怎么可能呢 我觉得印度来 来替代中国 都比这个非洲来替代中国 可能性大 对不对 就不太可能 是吧 但是我们不是说歧视 或者怎么样 咱们只是就是说 实话实说 那个之前 这个他们拍的 这个奥巴马 他们投资的这个基金会 拍了一个这个基础片嘛 就是说这个美国工厂 不就是说这个福旺 来到美国建这个工厂 对吧 你看看这个 就中国工厂的这个工人 你再看看美国工厂的工人 这种这种工作度 对吧 你你觉得他有可能去替代 中国这个产业链吗 是吧 你要有这个想法 你就疯了 对吧 这个就不 这不太可能 所以越南呢 就别提起来 他产业链的回归 最后也没有达到 然后呢 川普当时想的 就是说 这个什么 零壁垒 零补贴 是吧 还有什么 零壁垒 零补贴 零屏障 我记得反正 就是三明治政策 现在完全谈不到了 现在最扯淡的是什么呢 这个川普当时 追求的时候什么呢 就是说 你说 零关税 对 我刚刚想 张想到了 我也想到 零关税 零壁垒 零补贴 对不对 是当时川普想到的 对 想毕业中国呢 也完成这个 那最后呢 中国呢 就是说 强硬的 坚持下来了之后 结果现在没想到 怎么着呢 拜登开始 刚补贴了 拜登现在搞的什么 芯片法 搞的什么 一些西明园的 这个法律法规 什么美国的大基建 这门人群人 跟中国学 开始呢 给美国的企业 一些这个补贴 对电动车呀 对一些西明园呢 由美国政府出来 给补贴 那你说 你这么搞了之后 你跟中国 还有什么区别 然后呢 也在搞的这个 屏障 中国呢 也不也是搞嘛 就是说 有一些产业的 不许外国企业进来 对吧 比如像中石化 中石油 这么多年了 也缺少这金融力 对不对 金融领域 也是这个 缺少金融力 对不对 那美国呢 现在也 其实也在搞这个东西 也在搞一些 壁垒 就是说 有一些东西 觉得中国企业 进南竞争的话 美国有点快不行了 你像大洋 大洋 无人一 对不对 华为 华为搞这个5G 真的有点快竞争不过了 现在还有这个电动车 中国现在电动车 发展也比较好 我看美国看来 也要想办法去 这个 可能就说你电动车 又有什么间谍 或怎么着 对不对 那么也在通过了 这种壁垒 国家出手来 这个 无形的 造成一些壁垒呢 来去打 还有新疆 是太阳能板 是吧 这都是 就是说 其实这都属于技术领先的 用公用旅游 把它屏蔽掉 然后呢 再给自己的这个企业 去补贴 给波音的补贴 空客 欧洲再给空客补贴 美国再给波音补贴 现在都在跟中国学 现在整个就是说 简直这个 奉中国为老师了 然后中文搞一带一路 美国现在要 什么投资六千亿 在所有一带一路的 这个 这个地方 跟中国去竞争 竞争一带一路 见了鬼了 真的是见了鬼了 川普本来是想把 中国这些东西 全部打掉的 整个从来 让中国跟着美国走的 就是拜登上来 两年之后 整个美国 把他所有的优势 全部打掉了 现在整个 现在跟着中国走 变成了 像以中国为师 跟中国学习了 这简直 这种贸易战还打个屁啊 这彻头彻底的失败 文言全然就认了自己的失败 以前最后川普的时候 还会说 什么一带一路 坑了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 这个痛不欲生 都要跟中国一带一路 拜拜 结果现在发现 这一带路 拜拜不了 不但不但不但不得 不但不但不得 十股之随 是吧 闻着味着上来了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 你看这样下去不行 不行的话呢 我来代替你的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 代表好 去跟你去 去竞争去了 那你这么搞的之后 我说实在 就是说 以前我们经常说的嘛 就是说 你不要跟傻逼去斗嘴 对不对 因为傻逼会把你 拉到他的那个 治愈水平上 然后用他这个丰富的经验 去干掉你 对不对 那你现在你这么搞的话 你搞大基建也好 你搞什么这个壁垒也好 你搞这个补贴也好 你搞一带一路也好 除了个那老公坚硬丰富啊 你在这会儿能有任何的优势吗 还有一点 你这个发展新能源汽车也好 发展什么也好 你现在由国家去选择你支持谁 对不对 你拜登搞一个新能源汽车的 这个研讨会 要定这个未来这个电动车发展的 这个这个 行业标准 然后呢 把什么 通用 赫莱斯勒 辐策找来了 然后不叫特斯拉 你不是搞笑吗 你说你不是在搞笑 你是在干什么 然后搞这什么 北美搞峰会 有八个国家不邀请 八个国家不邀请 然后人家那个墨西哥总统 他来了就来了 说你这么搞 那你自己玩吧 我们都跟你玩了 在北美服务峰会 最后被抵制 美国呀在北美 那当年从门罗主义开始 整个北美 那不就美国的后花园吗 就拜登说我要强势回归 我要领导世界 北美都丢掉了 整个就北美 就这帮小国 就就 哎呀 就就都 都丢掉了 都不跟你玩了 你不说 我真的是 以前习近平经常说什么 东升西降 我们都不承认的 但是没有想到 现在这个 真的承认事实了 真的是 现在就是东升西降 一点问题都没有 好吧 但是事实上都说不关的 然后最后还要强调我的立场 我还是最后跟习近平同志要说 作为一个赌徒 不要我赌徒心态 虽然赢了几次 但是我最终 我认为 虽然道路很曲折 我认为还是 就是说他们不写一本书 叫百年马拉松 我认为最终应该 还是美国的这种体制会获胜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个盼头 比如你看拜登现在搞成这个奶奶呀 对不对 但是我们有个盼头 首先中心选举 先让 向他 这个瘸腿 他让人先让他丢掉 两年之后 再让他下台 你明白吗 就是说 那么我们有可能 就会选一个更聪明一些的总统 更能干一些的 也有可能是川普 也有可能会比川普更好的人选 这都不好说 对不对 那他这个体制 就是说 他一旦发现了问题之后 他自己会去想办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会想办法去升级 对吧 会想办法去 怎么能够变回来 但是中国这个体制 就是说 当然 你现在就是说 一旦对的时候 那赶巧了 你现在对的时候 对不对 你肯定是比他发展的快 但一旦你有错的时候 你错的也离谱 所以我个人来讲 我还是认为 这两种体制来讲 因为最后 就是体制的这个韧性 短期来看 现在我们得承认 这几年真的是这个 都成新一样 中国在这方面 取得了巨大的这种优势 真的是优势 还有 还 我在想看 还在看 一帮人在那乘习 我在想看 虽然我没有录视频 但是我经常在搬家的时候 我最后放点什么在看 还在乘习这个中国经济 我说实在的 你有没有看看 就是说从五月份开始 基本上都是贸易逆差 德国从九几年开始就没有贸易逆差了 法国也是贸易逆差 日本也好多年没有贸易逆差了 对不对 现在德国 日本 法国都在贸易逆差 现在只有中国是贸易顺畅 只有中国才挣钱 所以我说实在的 当然我也不是说中国最近经济好 中国最近经济也不好 尤其这个三四月份搞这个封城胡搞 真的是骂街 对不对 经济搞得一团糟 但是就这么胡搞 这个中国经济说的时候 让习近平就这么胡搞 这经济很糟糕很糟糕的 但是呢 你架不住小伙伴们的衬托了 在小伙伴们的衬托之下 你看中国经济好像还是 这帮领子最好的了 然后一堆人在那念衰中国经济 你说中国经济要崩溃 快点点了 关了再来一次